他快掉出來了 你狼是普通大小的大而已喔 老闆是直接他給他 表面的最大張力 平常倒啤酒才會這樣做 你的龍蝦來了 這兩碗是你的標準版 很特別欸 冰棒配麵線 超肥的蚵仔 好這給你吃吧 他已經在拼命了 我知道 這是我的懶惰日 只想要懶惰一下 還沒做什麼 還沒做到的日子 你可以嘗嘗我 讓我玩 哈囉 我是德瑞克 我是宜如 今天我們在台中最後一天 等一下要坐高鐵回去 他的學地非常的拼 我們今天找的一間是 台中在那個南屯區這邊 他就這邊是Casco Casco的正對面這邊 有一間麵線 我之前有看過酒麵也有來拍過 他的麵線本身是聽說是很好吃的 那我們來打來店家以後跟他詢問店家說 如果你們喜歡拍攝的話 他們有一個碗是 飽的那種大胃王的分量 我們馬上找了他的工作 有一個學弟是很會吃啦 號稱很會吃的 所以我們就點一個大碗的 他學弟直接從高鐵沖下來 我們點了一個大碗的是給他單獨挑戰 那我們兩個直接在旁邊先吃小碗的 去跟他們給你們介紹他的口味好不好吃 I don't know about that 我們的挑戰者來了 可是我剛才看他沒有到很大 料很多但是沒有到很大 所以總共有四大碗 那我們就把四大碗都給你吃 你的龍蝦來了 這兩碗是你的標準版 OK吧 臉很OK吧 超誇張的 快掉出來了 你狼是普通大小的大而已喔 對啊滿滿的 你看魚羹 然後這樣拍得到齁 魚羹 大腸 蚵仔 雞肉 滿滿滿耶 超級滿的 先放旁邊 他快噴出來了 老闆真的是 老闆是直接他給他 最大張力 對啊表面的最大張力 平常倒啤酒才會這樣做 他根本就是 然後這一個的話是雞肉 雞肉很特別 雞肉的那個麵線羹 然後加糖心蛋 而且他也是表面張力了 對啊 對 然後這個的話 老闆老闆 你可以幫我捧起來嗎 老闆 不要倒了喔 倒了就沒了喔 可以嗎可以喔可以喔 好那我這邊就會架一個GoPro專門記錄你吃 現在我先發現 台中的午餐就是這麼的普食物啊 然後他這邊是仙草茶配麵線 然後等一下麵線還會再配冰棒 他已經在拼命了你知道嗎 這程度他不會拼命 你覺得他的超肥的蚵仔耶 好這給你吃吧 謝謝 對對對 整口就這樣 完了完了痛風了 真的痛風了 其實老實講真的很恐怖耶 因為我不太敢拿起來拍給大家看 我先把他表面張力消除掉好不好 我先吃吃看他的麵線 喔 他的青麵線還不錯 他青麵線他的口味沒有到非常的重 然後是柴魚的味道 對然後但是 他中間有一坨蒜泥跟醋 我們沒有要攪開 我們現在不敢攪 因為我基本上 我湯匙只要拆下去 他就噴出來了 對 吃吃看他的那個 大腸 有入味嗎 好吃 他其實喝的好像是小腸耶 我把那個蒜泥弄一下 雞肉羹的樣子 雞肉是很像是 赤肉羹改成那種雞肉去裹 薑 可是他們沒有外層的薑很薄 裡面是那種雞丁 很像鹹酥雞的感覺 對 喔 你家蒜頭超讚 你一定超愛的 而且 我超愛香菜的 那這個還要加魚 我把那個蒜頭攪在一起 哇他這個不用縮食 他基本上他自帶縮食系統 所以 柴魚湯頭 他跟北部很多那種 太重口味的不一樣 他這個吃得到他自己本身食材的甜味 嗯 這個好酷 你要加魚加魚加 好 好 感覺這個加辣應該更爽 好好 這一碗一顆見面 蛤你才分人家一顆啊 我剛才還講說 我剛才本來想說 欸哪一顆 他應該還不到 還不到五分鐘 他已經要見底了 哇 太餓了 沒有關係 蝦辣的話 我覺得他的味道會完全不一樣 其實他本身 他的青麵餡我就覺得很好吃了 不會到辣到受不了的那種 他麵餡跟台北比較不一樣 他比較偏淡的顏色 台北是比較紅的 比較紅的顏色 而且台北很多都在吃蒜泥 你不知道在吃什麼東西 他吃得到是說 他的湯的甜味 柴魚高湯 跟那個食材的味道 這個真的這樣是這幾個啊 12個吧 1234567 8顆大蛋菜 你看他吃其實很舒服耶 對啊 我覺得下一次那個 只要是那種吃到飽的便 應該都找他了 吃麵餡配清炒茶也是很正常 鮮草茶 酥草茶 都是鮮草茶 他是鮮草茶耶 淡淡甜味 而且 感覺是很 是真的那種鮮草 因為他會有那個草的苦味 對 回甘的那個苦味 喔 加油加油 哇 他那個 這個身體感覺肉一定超恐怖 人家龍蝦是這樣拔出來吃 他龍蝦好像在吃甜筒 他吃出新境界了 他先把殼先全部把那個蛋菜都放進去 然後改成直接用喝的了 可以耶 他通過面試了 之後只要是任何巨大型的 全部都是他 欸 我們的挑戰者突然不見 他不是去吐喔 他只是想說抽根煙先傳一下氣而已 對 我的是洛神 你的是檸檬嘛對不對 檸檬 你看 很特別耶 冰棒配 冰棒配麵線 呵呵呵 你的是茂骨肝 這看起來不錯 你的是 茂骨肝 海鹽西瓜 香 OK 哇他好好實在喔 他裡面是有洛神的肉耶 肉 嗯 咬得到洛神的肉 喔他橘子好吃耶 是不是 橘子 就很像是 完全就是橘子汁把它冷凍起來 這個丁醬很好喝耶 我覺得是這個剛剛好 可以解掉剛剛那個 麵線吃到最後那個蒜味的那個膩感 他一個人的胃的戰力佔了三碗半 三大碗半 這些都吃完了 剩這個料也把它吃完剩麵線的湯 他說麵線吃太多了 那他冷耶 換了點口味 喔 那又在抽菸了 又在抽菸了 好啦 那這一間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你們不用每次都來挑戰大胃王 因為他本身 他的人一直來一直來 所以今天是平日喔 平日中午 他的人是一直來 對 那我剛才問老闆 老闆說假日會更恐怖 因為假日基本上 你可能會排隊 對 那我覺得他好是好在說 他的湯就是用真正的柴魚去熬 喝得出來他嘴巴不會乾 然後你吃得到他本身麵線的甜味跟食材的鮮味 這一家真的還不錯 希望可以到台北去看 沒有農藥的 沒有農藥的 這是自己種的 你幫我拿一下 好 謝謝你幫我拿一下 謝謝你 不會不會 OK 哇你看 老闆還送我們這個 捧肝 茂骨肝 沒有農藥的 沒有農藥的耶 好讚喔 這個 而且 剛才老闆其實算是帥哥喔 對對對 但是已經結婚了 又小孩了 對對對 又小孩了 年輕有了 那我會把店家資訊放在飲店底下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 當地你們縣市覺得可以拿來拍攝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分享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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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好 braid